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普及有关新冠疫苗接种的常识 对了 新冠疫苗接种全攻略的第四篇 早起 都不属于新冠疫苗接种禁忌 本人患糖尿病 高血压 是否可以接种新冠疫苗 糖尿病 高血压这类的慢性病人群为感染新冠病毒后的重症 死亡 高风险人群 如健康状况稳定 药物控制良好 不作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禁忌人群 建议接种 癌症患者能接种吗 癌症患者需根据癌症类型和严重程度决定是否可接种 建议使用抗肿瘤药物与免疫调节剂的患者 恶性程度较高 身体虚弱者不接种新冠疫苗 免疫功能受损人群能接种吗 免疫功能受损人群建议接种灭活疫苗和重组亚单位疫苗 对于腺病毒再提疫苗建议经充分告知 个人权衡获益大于风险后接种 既往新冠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能接种吗 现有研究数据表明 新冠病毒感染后六个月内罕见再次感染发病的情况 既往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或无症状感染者 在充分告知基础上可在六个月后接种一剂 新冠疫苗接种全功率 明天我们继续跟大家伙来分享